汉武帝的孙坟刘鹤,自小不学无术,是标准的纹固子弟,但是幸运的梁姬,却降临其身。 据赵刘鹤,元雄元年4月17日,他21岁上年轻的叔叔汉昭帝刘弗林去世,由于没有子嗣,大家军或光想扶持刘鹤继位,就让他主持葬礼。 这小子就这样捡了个大便宜,据赵刘鹤,刘鹤接到通知,一路急行军,不到半天竟狂奔了近150里路,致使不少随从人马累死在路上。 到了几阳又忘了自己要干啥,竟然采购当地的土特产,又是鸡又是拐杖等乱七八糟物品。 经过洪农时,还让手下搜集了一车漂亮女人,进了京城。 李官让他哭几声,他把脸挺得平平一声不响,慢慢吞吞到魏央宫冬阙,刘鹤才挤出眼泪。 刘鹤如此行为,让朝中对他充满稀奇的大臣凉透了心。 据赵刘鹤。 刘鹤即位后,就更加无法无天了。 整天吟戏无度,饮酒作乐。 豆腐玩爆。 香车美女,四处招摇。 这还不算。 他竟不顾廉耻。 于光天化日之下,成人广众之中,公然调戏皇太后。 为天下人所不耻。 据赵刘鹤。 最可笑的是,他屁股刚安上龙椅。 就得以忘形。 不知天高地厚。 独断专行。 既不征求大臣意见。 也不找霍光研究。 随意提拔自己的亲信。 把哪些会赌博,斗区区的狐朋狗友,一个个风观赏值。 企图除掉哪些兢兢业业守业干事的老臣。 把朝廷要人大换血。 据说当时有人统计了一下。 这小子登基二十七天,就将皇宫闹得乌烟瘴气。 一股作气,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莫名其妙叫人痛心的荒唐事。 据赵刘鹤。 这下好了。 满朝文武都对这位没有任何根基的荒唐皇帝心怀愤恨。 霍光联和田延年等大臣发动政变。 废除了刘鹤的皇帝位。 朝廷内爱。 田间百姓无不拍手称赞。 知名所说,在皇帝心向态下。 请不认识。 请不认识。 文静按道。 请不认识。 请不认识。